行政院最新通過 性貧法修正草案 明文規定禁止師生戀 只要是師生關係 就不准談戀愛 情結嚴重者將會終身解聘 我覺得應該是吃飽太鹹吧 吃飽太鹹了 好的法規不去規定 規定這個 你管那麼多幹嘛 我這樣都不管了 對啊 你是我的誰 為什麼要管這麼多 很麻煩耶 為什麼該管的不管 然後不該管的拼命管 政府 what are you doing 師生戀都要禁止 這樣何必呢 怎麼要管那麼多 腦子進水 對啊 師生戀怎麼了 師生戀為什麼不行 我不太理解 我覺得通姦罪應該 才應該不要除掉吧 對啊 我自己覺得 蠻瞎的啦 就大家都成年人了 要禁止就禁止 未成年就好了 我覺得蠻幽默的 因為那個身分上的差別 就導致說 我沒辦法想跟誰談戀愛這樣子 我覺得他有點 這樣感覺有點雙標的感覺 哪裡是雙標的 就是明明我覺得通姦 比較是嚴重的行為 但是為什麼師生戀就不行 就覺得成年人不需要管啦 但是我覺得 未成年是需要 需要法律 成年人就沒有必要 再有師生戀的祝福 但是他這個是成年人的意思 那這樣的話 我要說說我會不會被政府阻力啊 有點職業氣勢 應該是說戀愛應該是自由的才對啊 對啊 怎麼會是說要禁止這個師生戀啊 我覺得就沒有什麼意義啊 這就是 其實很多事情都要去 就是一堆政策上的一些東西 其實都比這個重要的更多啊 對啊 只是卻沒有去處理 反而在搞這個東西 沒有意義啊 兩學校是讀書的 學校讀書的 充滿文學氣息的地方 不能這樣搞 工作就算了 所以職場可以嗎 我覺得職場可以啊 我有雙票 我覺得 戀愛是自由的 然後就是 反正只要成年 彼此就是 要怎麼交往是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是師生也無所謂 有年輕人覺得 通姦都除罪化了 為什麼還要管師生戀呢 就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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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